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新的車款的同時 可能會增加一些配備啦 或者是推出一些新的動力的選擇 那麼今晚夢想街好康速報 如果觀眾朋友 你想要選一些新的燃油的動力選擇 或者是新年市 有沒有哪一些電動車 值得大家關注 有什麼樣的好選項呢 我們今天就好好的幫大家來整會 那麼首先我們就先從豪華品牌的 這款車相當受到消費者喜愛的 旅行車來看喔 VOLVO的V60 之前比較入門的車款是B4 那在二十四年市的新車上面 推出了一個新的動力是B3 那B4跟B3 到底有哪一些差異性 小鐘 好 其實大概從車迷來看得出來 這個B3一定是在定位 在這個B4之下一點點 簡單講就是動力也在小一些 不過雖然動力比較小 但其實引擎都是所謂的 2.0升四缸渦輪 引擎本身都一模一樣 但是在馬力設定有些差別 B4那時候原本的馬力是一百九十七P 那到了B3的話 他變成一百六十三P 少了大概三十多P 扭力的部分 B4的話是三十點六公斤米 那到了B3的話 是變成二十七點零公斤米 那當然動力比較小的一點之外 當然最直接影響到 就是他的加速表現 零到一百 因為B4是這個七點六秒 那B3稍微慢一點點 多了一秒變八點六秒 那我覺得這個差一秒 雖然聽起來好像有點明顯 但但是這個 因為現在車 這個所謂的小排氣量的渦輪車 扭力都來得很好 所以我相信這疫苗的表現 你應該在一般路上開 很難感受得出來 也許你看 這B3 B4扭力的這個輸出 最大的時機點 都在一千五百轉 代表這個東西 其實你一般路上開的時候 隨時都幾乎可以給你最大的扭力 那動力的差別 我猜啦 這個疫苗差距 只有在你在全油門充斥的時候 可能轉速拉高的時候 你才能感受出來 原來小了三十P這些差異性 所以回到一般路上再開的時候 其實B3應該就很夠用了 再加上他的變速箱一樣都是所謂的 這個七速的雙離合系DCT 這傳輸效率很高 換檔比較明快 都可以讓這個所謂的動力 比較小這件事情 獲得一些比較淡化 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動力比較小的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他的油耗能力提升 B4原本這個能源區公佈的 平均油耗每公升是跑四點八公里 那到了B3的話 他稍微進步到十五點五公里 好那從B4變成B3 動力降低一些 跑比較慢一點點 油耗比較提升一點點 那價格呢 我相信這是大家最好奇的地方 畢竟你B4變B3 這個價格應該比較便宜一點 沒錯 其實原本B3 他建議售價是一百八十五萬 那再加上這個Plus PEG的套件 最後的這個建議售價是一百九三萬多 但是目前他二四年式的行程車 直接給你限時優惠 只要一百七十九萬 那這跟一開始的B4 這個建議售價一百九四萬比的話 他等於這個車價降低了大概十五萬之多 所以我覺得啦 當你一開始就鎖定B4的人 你應該的你這個買車的這個價格 大概設定就在兩百萬以內 那價格設定在兩百以內之外 你對動力的要求應該也不是那麼的重要 那既然這樣子的話 那我現在提供你這個二十年是全新的B3 馬力再更小一點點但更省油 那車價又可以再有比原本的B4便宜了十五萬 那我覺得對於原本的B4課程來說 他的吸引力跟魅力應該是更大的 沒錯 因為你多出來省下來那些錢 你可以做一些其他資金方面的運用 不到一百八十萬 你可以買到一個非常中型 而且甚至於在同級距離面 他稍微車個又再大一點點的 V60的這款旅行車 來小葉帶我們來看看 你非常熟悉VOLVO這個品牌 因為本身也是VOLVO的車主 那我們就來看看 帶觀眾朋友好好來看一下 這款VOLVO推出來二十四年式的 這個V60的B3 他如果在外觀上面 跟B4到底有沒有一些不同 好 在我介紹B3之前 我覺得剛才小鐘講得非常好 所以他點出了這個重點就是說 剛才說限時優惠價一百七十九萬 他說看這個車型的很多人的預算 是在兩百萬之內 對不對 他也說了一個重點就是說 你知道他的同級對手有哪些怪 你應該都清楚 比如說一二B 一二B嘛 那剛才冠營所說的一二B 沒有一台車型是低於兩百三十萬 對 所以對於這種喜歡豪華品牌 歐系旅行車來說 V60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存在 對 那新推出這個V3車型 他其實不是透過 我可能把一些配備拔掉什麼 他只是透過很聰明的配備調整 其實把台灣消費者喜歡需要的 都還是維持給你 我就以我們整個車的設計 從車頭開始講起好了 首先我們都知道看到Volvo 第一個要認的是他的眼睛 對不對 這個T型的雷神之錘 當然這台車也是完全的保留 而且他也是LED的頭燈 雖然說他可能沒有像高階 可能有一些自動轉向或是遮光的功能 但是他有什麼 他有自動遠近光的切換 其實我覺得 最基礎的一定有 對 這個功能其實我覺得在台灣 這種比較平凡這種市區跟郊區切換的路況中 我覺得這個功能其實非常實用 好 此外我們往中間看 其實中間他這個水箱護罩 你有發現他跟可能B4 或者是其他T8的車型有點不同 他用的是這種直撲型黑色的設計 其實我覺得這個設計 跟整台車的線條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 對 我覺得Volvo家族裡面 其實我覺得他水箱護罩直撲式的 我是個人比較喜歡 你也是喜歡直撲式對不對 我覺得質感就會比較好 就感覺他比較俐落 對不對 比較有那種現代的摩登的感覺 而且他除了中間是直撲式的設計 外面還是一樣用這個鍍刻的式框 去營造豪華感 沒錯 那除了車頭以外 來 歡迎我們來車側看一下 其實我覺得像V60很棒 是整個車系來說 他的輪圈都是18吋起跳 起始是B3 就是 就算是B3 他都是還是18吋 配的是這個五幅多樂式的輪圈 而且還是鑽石切削的 對 而且好看啊 好看啊 對不對 對 OK 好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再沿著整個車側看 其實我覺得我們很多人開V60旅行車 都很有想法對於生活 他可能不僅止於旅行車的造型 他還希望偶爾上面加一個什麼 背包 對 去延伸你的生活或是織物機能 所以該有的這種霧黑的車頂架 同樣有 那再透過不同材質的堆積 去營造出這種視覺的層次感 所以他的窗框也會有這種鍍鉻的 對 鍍鉻的飾條 而且他的你有沒有發現後視鏡的部分 他用的是車身銅車的設計 那裡面當然也會有一些防眩 而且不只車外的後視鏡防眩 他連車內的後視鏡 都是防眩的功能 對 現在我們窗戶是打開的 對 有一個關鍵是我們現在坐車都講求要什麼 寧靜舒適 是啊 而且在移動的過程當中啊 很多人 我以前都不知道很多人會在乎是車內啊 如果噪音太明顯啊 那很多人就會做另外的做隔音 隔音工程 對 那豪華品牌來說 我覺得隔音工程 NVA也其實應該做得很好 沒錯 他這個前後的車窗玻璃 都有雙層的膠荷玻璃 你說包括連後面嗎 都有 B3上面耶 對 哇 這個還蠻厲害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很重要是 他不僅止於就是對於隔音好 其實如果你車內 因為我們都知道 不過我的音響很厲害 你音響要厲害最好的基礎是什麼 隔音要做得好 對 隔音要做得好 OK 好 那我們講完整個車側的配置 我再給大家從畫面上看一下 這個整個車廠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雖然說V60 他會是有一段時間 但是我覺得他當初 就把空間規劃得非常好 他的車身長度其實不超過4.8米 大概47左右 那這個尺寸在不管是在台灣 各個都市的交通來說 移動相當的方便 而且他的軸距來到了2872mm 他軸距怎麼會這麼大 其實在同級來說 算是非常的優秀的對不對 是 所以營造一個會非常好的空間 那等一下空間 我們歡迎再幫我們大家看一下 好 那說到空間 我們再來車尾來看一下 就是他的車尾的部分 一定是我們開喜歡Volvo旅行車 最愛的地方 對不對 非常具有辨識的直立 是加這個橫式的尾燈 個人覺得這個車尾真的是百看不膩 對 戰斧式的尾燈 對 戰斧式的尾燈 然後當然他在右側的地方 也會有一個他的車型動力的 OK 這邊有個B3 對 那旅行車要的就是什麼 空間 媲美SUV大空間 當然他也會有電動起閉的尾門 而且電動起閉的尾門 這個很需要對不對 有時候你抱的東西 這個真的是比較輕鬆 那我們都知道剛才有說 軸距對他的空間營造是非常的重要 對 所以他在五人的標準乘坐的狀態下 就有超過五百公升 來到五百一十四公升 對 將近五百二十公升的 這個空間容積來說 我覺得只要建五字 就是大概現在修旅車的功能 空間不用擔心 對 那如果你再把後座椅背 往前傾倒的話 更可以來到超過一千四百公升的水準 對 非常的好用 除了這個空間本身大以外 他針對整個後箱的空間的規劃 有時候我們東西可能沒有裝那麼滿 我們需要做一些空間的隔開的話 安排的話 其實還可以透過這個來去做序格 會滾動的東西放在後面 他等於是多了一個擋板 對 擋板以外 他這邊還有一些小掛鉤 這裡也有掛鉤 這邊有掛鉤 我剛剛也在看側面 他已經有掛鉤了 他連擋板上方 他也給你一個掛鉤 沒錯 掛鉤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固定的網格 對 那除了這個以外 如果你下面還要向放一些東西也沒問題 有沒有看到 那身邊還有一些置物空間 而且你在收放的時候 還可以把它掛著 我覺得其實VOVO在規劃行李箱的空間 不論是旅行車 或者是休旅車 他們真的都很到位 而且有好多是同級 裡面沒有的一些設計 對不對 沒錯 而且像該有的機能 比如說照明 或者是電源插座等等 其實這台車也都有 所以我覺得對於家庭來說 V60真的是帥 又好用 對不對 沒錯 我們也常常在馬路上看到V60 他在那個車頂的部分 背了一個書包 那就很有態度 很有生活的品味的感覺 對不對 好 謝謝小葉 接下來我們進車內 好 歡迎 剛剛小葉幫我們介紹了 全車的外觀 當然我們當然要看一下 這個內裝的部分 其實對於V60的 有興趣的觀眾朋友們 他都知道 VOVO品牌一直給人 就是北歐的一些時尚氛圍 比如他的設計一定是俐落 然後簡約 同時還有優雅不失質感 對不對 我們其實坐進來的時候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 他的這個三幅式方向盤 其實也是皮質的設計 摸起來出港是相當好的 然後他的方向盤這邊 左邊就是控制我們手指 手指的這個AIDAS的系統 就是PA2的駕駛輔助 也是符合Level 2的系統的 那右邊就多了這個音源的控制 對 音源控制 其實這個語音的助理就是包含了 我們Google的Assist 就是Google的語音助理 因為B3的車型 他也是新年是有搭載了Google的車機的 所以在車上就直接會有Google的一些 相關的系統服務 甚至導航地圖等等 瞭解 以往我們都是要用 比如說用手機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來連結 把我現在在Google上面搜尋到的地圖 然後投射到那個鏡像到那個 就是中央資訊幕 現在他就是一隻手機的感覺 對不對 整套Google系統都在裡面 都在裡面 同時當然我們都知道 我們其實對於Volvo有稍微關注的車 我們都知道 其實Volvo的駕駛介面很容易習慣它 比如說它有中央這個就是12.3吋的數位儀表 然後這邊是9吋的中空螢幕 那因為我們是PlusPeg這個套件的車型 所以它有配置的是HUD台路顯示器 台路顯示器 對它是投影的喔 所以一些相關的時數 資訊什麼都可以投影在這個HUD的上面 當然這也是PlusPeg它的升級套件才有 那PlusPeg裡面有什麼呢 好的像我們現在做的兩張座椅 這兩張座椅 對當然就是真皮的這個座椅 對 然後它有一些電動的控制 電動 兩張座椅電動的調整的 駕駛副駕駛都有 是 那PlusPeg套件又多了副駕的記憶功能 兩組 對 然後還有我們前雙座 都有四項的這個腰靠的調整 嗯哼 對 然後還有電動的這個腿拖 腿拖 對 也有 都是一種調整的 對 對 所以算是這些品牌裡面 都是直接可以相當領域車主的 同時呢 PlusPeg套件還配備了360度環境影像系統 哦這個很重要 對 尤其是你說剛剛說四米七嘛對不對 嗯 對不對 然後軸距兩米八耶 對 如果有360環境 你可以充分地去掌握到 每個角落 你的車身 360度環境系統 好處是在停車的時候 但是有時候呢 哦 因為PlusPeg套件呢 它其實在車頂上面 它的車頭的這個鏡頭 它是有一百八十度廣角的 嗯 所以是在我們在巷弄穿梭的時候 我要出去 剛好一個十字路口 我可以用這個前方的一百八十度鏡頭 去看我左右有沒有來車 我會耶 對 其實因為我們有時候人的視覺啊 有時候還是會有些死角 對 可是你透過一些像先進的科技的輔助配備 嗯 你可以看得更廣 然後可以看得更遠 對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整個介面上面 比如包含它這一個 Metal Mesh這個飾板 金屬飾板 其實也是很有質感 搭配它中控這邊 包含我們拍兩桌這裡 都是黑色鋼琴烤漆的介面 呈現一些非常優雅的質感 對不對 然後智慧型手機的連接呢 當然這邊都是Type-C的一個充電座 然後這裡 我們的台上座旁邊 這個平台呢 就是無線充電 啊 無線充電板它也有了喔 可是其實我覺得在家庭族群裡面 假設你考慮到的是V60這樣的車型 或是Volvo相關的車型 都一定知道它們有這個Clean-ROM的功能 喔 就是車內的空氣進化的功能 其實都可以從我們螢幕這邊去操作 嗯 比如說我們就直接操作它的一個 這個 它的一個空調系統對不對 你再 還有一些Clean-Zone 對 那種系統 當然就是左右的喔 雙區的恒溫 然後你按在這裡的時候 它會啟動空氣進化 喔 它有這個功能喔 這個是在Plus-Pack裡面嗎 對 其實你只要有Plus-Pack套件 它還有這個AP高效複合清淨科技喔 同時還有車內的這個空氣的這個 品質監控 品質監控 我可以隨時的在車內 看到我目前現在的車內的空氣狀況 甚至懸浮微粒微粒等等 嗯 所以我覺得像它的這種過濾的 呃 科技是非常棒的 比如說它是用電律式的集成科技 對不對 像我們一般的家庭族群都很重視車內 車內的空氣品質 車內的空氣品質 嗯 我有看到系統之後 我可以很安心的知道說 我現在的車內的空氣品質 是小孩子是非常OK的 因為現在小朋友太多就是有過敏體質 對對對 對 我我就是家庭族群爸爸媽媽們 一定都會很注重我車內的空氣品質 尤其是對小孩子而已 這樣子開車起來 又會非常的安心 沒錯 我記得之前好像小葉有分享過 因為他的太太 就是好像有點過敏 那他每次只要坐到車上的時候 他有這個功能啊 他太太都不會在車上 就不會在那邊一直省鼻涕 這個真的就是你照顧到全家人的健康了 對 所以其實你買到V60 雖然說現在新年是這個是B3的車型 剛剛小鐘的介紹是在建構在B4的定位之下 但是你千萬不要覺得說B3這個等級 他的配備就非常的養重 配備很滿啊 其實是該有的是絕對會給你的 等於說他新年是他想要讓這個 因為其實在銷售的比例上面 V60一直在Vobo品牌裡面算是賣得不錯的 對我覺得Vobo這一招應該是說他知道有很多人喜歡Vobo這個品牌 可是有些人也許礙於一些價格上面或者說他的門檻 如果現在再更清明一點點 他就可以讓更多喜歡Vobo的這個車主們 就可以進到這個品牌裡面 因為如果我們講到安全的自由聲 或者是在銅機裡面安全的最高標準 我想應該就是Vobo了 Vobo你都不用懷疑到他的安全 不論是他的車體剛性啊 以及阻背痛所有的安全等等啊 所以為什麼大家都會叫他叫做瑞典坦克嘛 那但是Vobo的安全不是近幾年才說的 但我們要追溯到大概六十年之前喔 Vobo就已經相當重視安全的這個部分 這部分我們當然要請到車界的資料庫 羅哥你來告訴我們 好 現在冠儀是我新的法號 那我要開始講古了 對 因為道維哥是車界活子 你是資料庫 是是是 好 那其實Vobo這個車廠 他成立於一九二七年 所以你看再過幾年他就百年喔 大概就過幾年二零二七年 他就Vobo一百年 對不對 那大家應該也聽說過一些其他車廠的故事 很多車廠一開始的起源 可能他以前是坐腳踏車的 坐汽車的 坐摩洛車的啊 然後更多的車廠是說 我要拿到賽車的冠軍 都是賽車手 工程師去設計 去參與開發的這樣子 但是Vobo這個車廠很特別 他一開始一九二七年 他的設計的理念就是安全性 真的喔 對 這個是所有的車廠 我看過的第一個 也是唯一一個 就是他的設計理念 他的哲學 基準哲學就是安全 兩個字 這是相當的特別 也就是說這種DNA是Vobo與生俱來的 那在一九五九年的時候 那時候Vobo做了一件對全世界的汽車 都很大貢獻的事情 就是他發明了V型的3.4安全帶 大家都說 我的車也是啊 所有的車都是3.4安全帶 不知道什麼好稀罕 對 就是因為這個專利是Vobo的 但是他無條件提供給所有的汽車 都可以免費使用 天啊 他根本就活菩薩來 就很棒啊 對不對 因為3.4安全帶當年的事故統計 就已經是可以大幅的 這個減少這個人員的傷亡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裝置 所以他們真的很棒 他就是可以share給免費 把這個專利分享給大家來使用 那除此之外呢 他現在一九六六年的時候 他們自己成立一個 交通意外調查小組 不是政府成立 不是國家成立 他們針對他們自己的車子 如果發生比較嚴重的意外的話 他們自己來研究 這個到底是結構上面 什麼樣的問題這些東西 然後反饋給他們的工程師 所以你就會看得到 Vobo為什麼對於安全 他做了很多很多的 這種安全的創舉 對不對 好比說這個龍型的車身結構 我們以前都說Vobo是坦克 坦克其實不是他所有的 那個都是頂竅竅的那個 其實他就是因為他安全的龍型車身 在關鍵的位置是一個用最重要的 最強的像鴻鋼那樣子的結構對不對 然後還有一些這個溃縮的緩衝區 這也非常的重要 然後再來對於量產車 他就開始導入所謂的撞擊測試 他比那個什麼安全標準什麼的都要找很多 自己來做撞擊測試 他自己就撞擊 而且在很早就開始做 所以呢就衍生出很多的這種安全防護 譬如說車側撞擊Sips對不對 車側安全的防護系統 還有Quibs 頸椎防護 你看他也是最早發現這種 對於人體的頸椎非常重要的頭疹 所以你看Vobo的頭疹 都有他獨特的一個形狀 對 獨特的角度 對 他是真正對於頸椎防護 有非常重要的這個 那我們又講到現代了 現在的這個安全的配置 當然就越來越多 首先這個Level 2等級的 這個PA2代智能的駕駛輔助 對不對 其實最早最早試到ACC 我也是從Vobo身上開始 對 他是PA1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在業界根本都還沒有 其他車廠聽都沒聽過 有這種東西的時候 其實也是他們最早的 那所以像ACC這種主動車去控制這種 Vobo其實也算是元老的 對不對 然後LKA車道維持輔助 還有RSI路標顯示 還有這個速限的警示 還有Bleaze車駕駛視覺盲點 有沒有 其實這些很多的東西都是Vobo創的 那你看到其他的車廠 也開始會有應用 對不對 就是Bleaze這個東西 這很重要 車側盲點 現在還有一些車子還會缺這個東西 我就覺得不太應該 對不對 然後 哪一台車啊 我不知道 這個 不行 太容易插機 然後還有一些 這個對向來車的閃避輔助系統 還有什麼交通安全的偵測 還有什麼衝出路面 知道也是 還有什麼大型動物的偵測 對對對 所以還有後方來車的碰撞警告 衝出路面等等 然後在都會安全防護的時候 他也會減輕這個三十公里以下的時候 發生後方碰撞的風險 所以你看他考慮的東西 非常前面 不只是前面 後面 側面 對不對 這個各方面的這種安全的這種可能性 他都有涵蓋在裡面 包括行人偵測 單車 客車的偵測 大型動物的偵測 對呀等等 那一般在來講 在車內的配置 其實Vobo就有很多這種非常要求 譬如說全車自動緊縮3.4安全帶 現在沒有自動緊縮安全帶 你剩三顆星 對 我又差跌了 我不知道 還有那個電動控制的兒童安全鎖 兒童安全鎖就是後門的開關 不用在那個門的側邊去撥那個桿 其實一鍵可以控制 這也非常的重要 然後再來就是ISOFIX 兒童座椅 這個也是他們很早就出現的 然後還有一些很有趣的設計 就是收復式的這個兒童安全坐墊 這比較大型的車子上面 就是你小孩長大了 可能不用安全座椅 可是他身高還不夠高 要增高電 對他就是增高電 這個東西也是非常的有創意 再來就是兩段式的 雙前座防護氣囊 就是你撞擊沒有那麼重的話 其實你不要讓氣囊變成二次傷害 可能可以開小一點 他們也是做成兩段式 這就相當厲害 那其他當然就是側撞防護 剛剛講的對不對 還有SIPS側撞防護 HIVS 頸椎防護等等等等 這些基本上的 VOLVO的安全配備 我覺得都是做得非常的到位 沒錯 因為其實VOLVO他並沒有特別想到說 我的車操控性怎樣 你可以開多快這些 可是他一再一再的強到 從創始之初到現在 他始終堅持的 我安全絕對不妥協 而且不管任何一個車型 即使我只是一個B3 V60 價格不到一百八十萬 我一樣所有的配備都給你 安全是不分等級的 但我們今天剛才帶大家看到 這個V60 B3 雖然他動力稍微調降 可是如果我們把他拿出來 跟一般同級的 就是A2B來比好了 你有沒有哪一些差異性 OK 我們就來看一下表格上面的話 我們把這個對手 A2B就是奧迪的A4 然後C-Class的Estate 然後有三系列Turing 把他列出來做一些比較 那我先補充一下 因為我們剛才講的V60 B3 B3 但是他比較完整的說法 應該是Plus B3 所以說 對 所以說會有Plus 是因為其實他已經把所謂的 原本列為選配的 Plus PEG的套件 把它列為這台車的標配 那我快速介紹一下 Plus PEG這個套件到底有什麼 他基本上包括雙前座四項 電動腰靠 然後副架子座多了記憶功能 然後另外是前面的兩張座椅的腿部 都多了支撐 而且是電動調整 讓你的腿部的這個大腿下方 支撐性可以比較好一些 再來多了使用的HUD 還有360度環境 Harmone Cardon的影響等等 所以這些配備加起來 是所謂的Plus PEG的套件 所以他現在限時優惠是179萬 我們看一下A4AVANT的 40的TFSR是230萬 C-200的Estate的Avangard 是240萬 最貴的是320i的Ansport的Turing 要250萬 這個價差非常大 所以如果你從最便宜的最容易入手 179萬的Plus B3 V60 到這個320i的Ansport 價差將近了50萬 這非常驚人 那換得什麼東西呢 基本上我們從車身的尺碼來看的話 不管車長這四台車都在四米七左右 車寬一米八左右 車高一米四左右 所以四台車這車身尺碼 非常非常接近 代表他們真的在產品定位上面 就是完完全全標標準準的競爭對手 好那V60 B3 他有價格優勢 那當然動力部分的話 我們剛剛有介紹過了 因為他B3 那相當於B4稍微調降一些 但是他0.5的加速 還是有8.6秒 那跟這個其他三台車比起來 7.5秒 7.6秒相差起來 其實你說有差異嗎 確實是有 因為這些車A4的這個40TFSI 然後C200跟320i 這些加速表現 大概就過去B4的表現 那但是我剛剛提的 這個差一秒鐘到底差什麼 我真心覺得在一般路上開 在市區日常代步的時候 你真的感受不出來差異 除非你真的喜歡開快車 常常是原本到底 你才會感受出來 動力落差的一些差距在這邊 那這樣一個差別下來 就回到當你選擇一個豪華品牌 相對比較基礎動力的旅行車的時候 代表動力不會是一個重要的選項 那我動力慢一點點無妨 但我配備一樣非常齊全 我稱之馬空間運用 一樣都是一模一樣的一個等級 那換得是最多50萬價差 所以難怪其實對於豪華品牌的入門旅行車來說的話 V60 B3的Plus確實是很有存在感的一款車 對 起碼你給消費者多了一個選擇嗎 我不想要這麼高的動力 可是我想用比較 我可以就是比較親民一點的價格 我可以入手 同樣是這個豪華品牌的話 的確多一個選擇對消費者來說都是好事啊 但是如果說像我們剛才幫大家介紹到 二十四年式的新車型有了新動力 如果你也在看說接下來我想換車的話 我想試試看新能源車電動車 我們就來幫大家整理一下 今年的一到七月 在台灣的電動車市場 到底是什麼樣的佈局呢 好 我們常說現在是電動車的時代對不對 到底電動車在台灣賣的如何 我就先舉今年2023年台灣一到七月 整個台灣的電動車銷售的排行 跟數據給大家了解 我就舉前五名好了 第一名當然就是Tesla 這個是無庸置疑 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甚至腦海中 第一個想到電動車 就直接聯想到Tesla 他也賣了七千兩百九十四台 在七個月 但其實真的只有特斯拉 毒領風騷嗎 其實也不盡然 你看第二名的BMW 兩千兩百九十九台 其實也蠻厲害的 而且我覺得BMW很厲害 為什麼可以賣這麼好事 一開始他們用IX切入了 台灣現在消費者 最喜歡的中大型休旅 而且他用跟之前 截然不同的設計思維 讓大家有這種耳目一心的 感覺 那加上他i4可以銜接 他的品牌特性 之後又一個IX1 現在變成三個箭頭 不斷的帶領BMW 在電動車這個市場的銷售 那以前都說雙逼雙逼 應該都是並駕齊群 沒有不好意思 就是電動車的時代 真的很多品牌的排名 或者是銷售的邏輯 重新洗牌 重新洗牌 就像Rick也是開電動車 他不斷跟我講說 以前不知道這個 現代電動車這麼厲害的 那個都是以前 我們沒有辦法想像到 那我要說的是第三名 其實Volvo很厲害 是他把賓士跟保持也都擠掉 而且Volvo他現在就憑著 XC40的Recharge C40的Recharge 雙箭頭的帶領 前七個月就賣了1333台 然後就成為現在台灣 前七個月電動車品牌的前三名 我必須要說真的很厲害 所以你看你相較前三名來說 Volvo目前在整個 純電動車的產品布局來說 相對是比較簡單 但是銷售力道一點都不弱 所以我覺得這個品牌 蠻值得探討 我再給大家另外一個數據 就是說 我剛才說一到七月份的銷售 那如果以Volvo來說 他其實今年 一到七月的銷售量 Volvo總共掛了4288輛 那如果你要去深究說 在這個4288輛的數字裡面 到底跟電有關係的 跟插電有關係的車賣了多少 純電或是PF可插電式的 油電車來說 總共賣了1333台 那其他的油車部分 就是2955台 所以我們去算那個占比來說的話 跟電有關係 可以插電的Volvo的車款 其實占比了三成 也就是說你現在10個消費者 走進Volvo的展間 有三個會買我需要插電的車款 這我覺得很特別的是因為 這是一個品牌價值的傳遞 因為我們就像剛才羅哥講 Volvo以前都講安全 或者是用車內一些很好的過濾系統 講健康 所以這些東西 可能也跟現在消費者 可能想說電動車 他在行駛過程中零排放 可能跟整個地球的環保健康 會有相關 而且你知道嗎 我們之前Volvo講到的是什麼 他們的品牌中子叫Volvo for Life 這個Life像剛才羅哥講 他們是對車內乘客的生命尊重 或者可以擴及到一些其他用路人 行人的生命尊重 但是Volvo現在把這個Life擴大地去解釋 從新的廣義去定義 就像剛才 怪你不是說他很像活菩薩嗎 活菩薩是不是要對眾生都好 對不對 所以他把這個Volvo for Life的這個定義 擴及到全人類 他們除了希望車輛本身在使用的 走起不要排放 他甚至希望 比如說我生產走起不要排放 甚至我要求我旗下的工廠 我生產了這個車款的鋼材 要用濾缸 在生產缸的時候盡量減少排碳 連他們的辦公室的家具的供應商 我都要符合這個零碳排的規則 真的假的 對 所以他們其實很要求 除了自己有制定一個未來 他們需要全電動車的目標以外 他們其實除了車輛本身的排放 還有整個擴及到整個車輛 相關的都是非常的遵守 氣候 這個要友善的這個尊敵 所以我覺得他們這個邏輯 也可以慢慢的受到 現在我們中生代 我們常說這個叫暖世代 就是誕生在這個氣候暖化 這個世代的消費者 他們其實很重視 我買的東西 要有這個環保相關 永續的議題 所以VOLVO本身的品牌價值 跟這些世代相互契合 才會造成現在 我光靠兩個純電的產品 就可以賣到這麼好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蠻 我們現在汽車產業 很值得探討一個特殊的現象 很早期的時候 VOLVO就已經開始在電氣化的產品上面 生耕很久了 這也是為什麼 他們的電氣化產品 可以在品牌當中 就是佔領可以到百分之三十以上 二零三零年 VOLVO說我們要變成這個純電的品牌 他們這麼有自信 可以說是起來有自 而且近期大家有沒有看到 有很多的媒體一起去了 那個利寶國際G2的賽車場裡面 體驗了VOLVO首度品牌的這個純電賽車日 這還是官方所舉辦的 Rick你那天也有去是不是 對啊 那個狀況是怎麼樣呢 其實我那時候 其實對於這個利寶賽道 其實大家我們車媒 基本上大家都不陌生 那其實大家看到VOLVO的純電賽道日 他的那個活動邀請 其實就是一個純電賽道日 那就代表說 他其實是要用純電的車款 然後來去利寶賽道辦活動 其實我一去的時候 馬上看到兩台車 一台車就是XC40 Recharge 另外一台就是C40的Recharge 基本上這兩台車 他就是要讓你在利寶賽道裡面 去進行一個二十三彎的 全賽道的這個體驗 我們以前就是去賽道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那個大直線底 大概一定是油門到底 然後引擎聲浪 然後排氣聲浪 砰這樣子過去的 我那時候在現場的時候 那個大直線底 我只聽到兩陣風而已 就然後就沒了 其實那是沒那一個 我覺得那是一個 就是說對啊 就是純電車在賽道裡面 原來是這麼回事 你我覺得假設是Volvo的車主們 我覺得假設計較商那邊 可以去辦這種活動 或者是原廠辦這種活動 倒是可以真的 可以實際的去報名參加一下 你可以感受就是純電車在賽道行駛 不管是車外 或者是在車內 那個駕駛起來的感受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其實在當天Volvo這品牌 他們在現場動用超過二十臺的這個純電的Volvo的車輛 讓我們媒體們去進行一個實際的操架 然後他們也請了國際的職業賽車手 陳一帆 然後帶領我們 去怎麼樣去跑這個賽道 其實我們都是在開的時候 旁邊都有個教練在坐著的 然後其實那裡面 還有一個趣味的小遊戲 是要讓你用Volvo的純電車 然後用那個One Pedal的模式 然後去看誰的One Pedal的那個煞車力道 控制的最好 喔 那個很難耶 那個非常難 除非你其實真的平常開電動車的時候 就是用One Pedal的時候再開 對 因為我知道它那個One Pedal的那個回收的力道 可以到0.5G以上 對 但是它會按照你收放電門的角度 去控制你要煞車的力道 所以其實那個東西真的 其實我覺得蠻有趣的啦 就是讓人知道說 其實One Pedal的好處在哪裡 操作的地方在哪裡 然後賽事活動的最高潮 當然就是由國際職業賽車手陳一帆 駕駛的C40的Recharge 然後去跑一整圈的那個賽道的成績 他跑出來的成績是2分07秒整 就是用C40Recharge去跑出這個 最速的這個純電車的賽道成績 這個算是快嗎 算是蠻快的 算是蠻快的 對 其實算是蠻快的 但我們都知道 不管是C40的Recharge 還有C40Recharge 它最高規格的就是雙馬達 前後馬達都有150千瓦這個出力 它0到100只要4.7秒 其實是很快的 所以在開這個純電車 在力寶賽道去充直線 那感覺是非常非常過癮 嗯 所以呢 能夠在力寶的23完全賽道裡面 寫下2分07秒 對 C40Recharge 它到底有什麼魅力呢 羅哥帶我們來看看 那天你有去力寶的賽道嗎 有啊 羅哥你也有開這台 有有有 那個直線底我跑到170幾 那極速是180 我那個直線底到170 變門大隊嗎 對...就是那個直線 所以是非常非常之快 然後他又是前後馬達 嗯 所以他在過彎的時候 那個抓地性是非常非常好 對 因為其實羅哥你還可以更快 只是因為力寶那個直線太短 對... 對不對 對...而且 因為Bob也是為了安全 他所有的車系的極速 他就是自我限定180 你看看這一點 他們都這樣做 很令人感動 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台C40Recharge 你看看 你從外觀 你看最明顯當然是這個 雷神索爾之錘 是的 的頭燈 他甚至還蠻高的有沒有 對 所以其實視覺效果相當清楚 然後呢 我們就這裡就看不到直鋪水箱罩了 對... 他就變封閉了 對...封閉了 他就純電車嘛 但是呢 他的這個Bob的場標 還有這個 由左下到右上的這一條線 都還在 然後你就會發現 這個場灰非常立體 非常的凸顯 反而在電車上 他就更立體 對...反而更明顯 在油車上沒有到這麼突出 是不是 好...那所以他其實整個的 前面這樣子 視覺感是很清楚 很明顯 沒錯 又很乾淨這樣子 然後我們來看到車側呢 首先你看到這個輪圈 好像五片花... 五半... 五片花瓣對不對 對... 但是他其實是雙色 他是十幅的 有沒有 還有黑色 所以他這個 其實... 他也有 Z風組的考量 對... 而且我覺得他的設計感 真的是相當的好看 然後全車呢 你從這樣側面去看 他只有這個輪圈 他是有像亮銀色的 金屬光澤 然後你看這整個側面 全車都是黑的 全車都是黑的 所以他就是先天幫你黑化處理 是...算不算 因為C40算是一個比較跑旅的造型 跑車的... 對... 他雖然是小CUV 他的兄弟車 XC40 他就是... 傳統的SUV 對... 然後他也有全玻璃車頂 這麼帥... 對... 所以你會看到 這也是這種整個黑化 他的整個側面線條 都沒有用鍍鉻材質 對... 這是他個性之所在 所以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個純黑化多好看 對不對 然後車內部的設計 當然也就是非常的標準 熟悉的VOVO 所以在用料 質感上面等等 我相信這個大家也非常熟悉 非常喜歡 而且我要特別指出一點 很多這種雙B的車頭 已經消失的傳統 什麼... 車門這裡 你看他這邊的置物空間 裡面都會融耶 融褪耶 有沒有 你現在看一大堆那種豪華鏡 我說他這個純粹就塑膠 對吧 所以這個看起來 你就覺得摸起來就舒服 有沒有 這個質感保留得非常好 都是跟環境比較友善的 所以他也不會用皮椅 對不對 但是這種椅子 你會看到他其實 他坐起來是相對 相當的舒服透氣 所以我們一般都覺得說 好花車一定要用什麼真皮座椅 現在越來越多的車 不會用到動物的真皮 對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重要的環保的概念 現在就會用上新科技的一些材質 對 要嘛就是新的魂房 或是各種材質 然後後座 就特別我要強調的就是 他的座椅 他的座姿 他不會因為電動車 那個電池馬達在 電池在底下 就把底盆撐得太高 所以我們坐在這台車的後座 你看他的車子只有4米4的車長 但是坐後座的空間 是非常非常充裕的 然後你的腳也不會這樣弓起來 對 所以他把那個整個的電池什麼的 他也會巧妙的刻意 他有刻意的在這個腿的地方 他有放 就是說他沒有放上電池 他這邊等於是 刻意把它挖身 然後把電池 放在別的位置 對 所以他坐起來 就是跟一般的轎車 是一樣的舒適 不會像有一些電動車 對 你會覺得像坐板凳 非常的痛苦 坐板凳一樣 然後車側 尾部的線條 你看 最漂亮就是這個 往下斜 沒錯 就是很多的這種 SUV也有這種 像Sportback 就是Coupet那樣 Coupet 對 所以他這個跟 XC40 Richard 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這個車尾的設計 好漂亮 相當帥 你看他的這個 後面的尾翼 是分成兩邊的 有沒有 像貓耳朵一樣 對 而且是蠻大的尾翼 對 而且他這個空力套的設計 是非常的講究 因為純電車 這個風阻系數 一定要做得很好 你看他這邊風灌下來 這個壓尾 還有一個尾翼 對 這裡壓尾 而且這是樓空設計的 所以他們對於氣流的導引 做的是非常的重要 對 當然對於下壓力 等等的控制 然後他的尾燈 有沒有 這Vobo很典型的 這種尾燈 可是又不太一樣 跟XC40 Recharge又不太一樣 因為他這個上面 是這樣dash的 對不對 很特殊 很特殊 而且很醒目 這也是很重要的安全 就是說你的尾燈 主要高 對於後車來講 拉高的時候 他的那個 探別度比較高 對 警視性也比較明確 沒錯 對 那他車尾呢 大概也就是跟車頭一樣 做得非常非常的 這種乾淨 而且高質感 對 高質感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行李箱空間 他行李箱空間 有414公升 對於這種小車子 或小家庭 而且他是苦配 對 苦配 是完全不會影響到 這個實用性 你知道嗎 所以就是他下斜的地方 不會影響到 後排乘客的 頭部空間 也不會影響到 他的行李箱的 置物空間 但是外型 就是做得帥帥的 是 然後呢 在整個設計上面 你看 他也可以這個 前後分隔 這跟他的V60 就不一樣 對 所以他在 比較小的空間 但是他也做更細膩的操作 好 然後這底下這個呢 就是上面這個分隔板 分隔板就是你不用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收下來 就不會說像我們有時候 分隔板不用 放車庫了 有時候一個分隔板 像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有一些品牌 就是必須要拿到旁邊去放 他就沒有地方放 這個是小貼心 對 小貼心 所以整個的質感也好 做工也好 用料的話 都是非常非常紮實 沒錯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品牌上面 即使這台C40 它是一個只有純電的 不像XC40 它是還有油車 油車的可以選 對 所以他的這個雙馬彈 你也408匹馬力 0到104.7秒 這很快 對 電池度數是78度 對 所以這個大概 NEDC測出來是514公里 但是當然NEDC 我們會覺得 打個折 大概400多公里 都沒問題 我們那時候去年試車的時候 從台南一路向北開到台北 沒有問題 而且你完全不用充電 對 南到北 還不用充電 從台南開上來是沒問題 沒錯 所以我覺得這個車又帥 然後動力又強 然後車的長度4米4 又好停車 所以很多人才會覺得說 其實以Volvo來講 200出頭1 比特斯拉還便宜 做工又細 然後車子又不用那麼大 然後很多的細節 你開起來就很熟悉的Volvo 對 重點它的安全 安全性又非常的講 講究 然後車子的做工 這個傳統車廠做工就是一流 所以它今年會突然就賣這麼好 真的 在市場上的銷售 沒錯 所以Volvo為什麼選擇了 XC40或C40這樣子 在台灣市場先發呢 接下來它有什麼樣電動車的佈局呢 我們現在看一下Volvo 在全球接下來的計畫跟佈局 他們目標在2025年的時候 有50%的車子都是新能源的車款 那到了2030年呢 就完全轉型成為純電的品牌 這部分其實在這個6月的時候 這個ES30發表的時候 在國外發表的時候 他們Volvo執行長就明確地說出來 2030年他們就變成一個純電的品牌 那這是在整個全球佈局 那這部分的話其實也代表著 接下來Volvo很清楚在2026年之前 至少會再推出6款新的這個純電車 那主要是包含現在的這些主力車款 現在我們當然知道這個 有XC40 C40的Lutarch 那接下來我猜啦 可能它的SUV的主力XC60 然後中型房車這個S60 然後休旅車V60 應該都會變成慢慢的變成 所謂的純電的一個產品 純電的車款 那回到台灣的部分呢 其實接下來在第四季 就會有新的這個 我們直接想啦 就是C40的Lutarch XC40的Lutarch 就有所謂的新年式的出現 那這在之前其實年初的時候 國外就能進行優化的調整 最大差別我覺得 是在所謂單馬達車型上面 原本單馬達是全輪傳動 那接下來新年式的 預計第四季上市的這個 單馬達車型會變成後輪傳動 變後驅了 大家聽到這邊會覺得 一定會操控嗎 我覺得以Volvo的思考來說 操控OK 它可能是個重點 但不會是最大的關鍵 負價價值 對應該說穩定感 穩定性 大家知道這電動車就是扭力大 那這個你油門電門一踩 其實如果說你今天前輪從時 必須負責這個傳輸扭力 傳輸馬力 要負能轉向的話 其實它做工負擔是很大的 很有可能造成一些空轉 讓你的車身動態比較不安穩 那如果今天我把傳輸動力這件事情 讓後輪來負責 我前輪只要負責最基本的轉向 這個事情 轉向跟傳輸動力 我們分開工作的話 基本上對於你車身動態的穩定性 是有幫助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 很另外一個重點是 其實它也針對這個電池內部 做一些優化 所以它這個續航力是增加的 相加原本的全輪驅動這個版本的話 它的這個續航力多了 至少有三十幾公里 除了續航力增加之外的馬力 也多了至少有七匹的馬力增加 三十幾公里我可以開三天 你的續航力 因為我一天大概十公里 它除了原本這個電池優化之外 新年式提供了更大的電池的選擇 原本丹馬達是69度 那它另外提供了82度電 所以整個續航力 從原本四百六七十左右 它會提升進化到最多 超過五百三十的續航力 很有感 所以我們是非常期待 第四季這個整個小改款 新年式的SC40 C40 Recharge的 這個誕生出現 讓我們看一下續航力 到底可以增加多少 然後後輪傳動開起來的感覺 又會變得怎麼樣 以後電池的大小不再是重點 重點是你充電到底方不方便 所以現在大家都知道啊 所有各家車廠陸陸續續要加入一個NACS 也就是那個應該是特斯拉的這個 整個的充電的聯盟嘛 沒錯 那波波最近是不是也有宣告說 要加入這個聯盟呢 沒錯 我先跟大家解釋什麼叫NACS 其實就是之前特斯拉的TBC啦 只是說因為特斯拉為了拿到 第一個美國政府的補助 你除了自己用 你還要其他車廠也可以用 所以我要擴大個其他車廠 也可以用我的充電站 而且在美國35週都設立充電站的話 我就有這個補助 再來是美國他們工程師學會 這個就知道他們當初定義 那個自駕車等級那個學會 他們也說未來可能把這個NACS 設為統一充電標準 那這個呢就是變成說 我現在特斯拉這個NACS 在整個美國有16000座快充 普及率非常好 所以很多車廠都宣告我要加入了 剛才說的VOVO 他以後在美國的車型 他在2024年初就會配轉接頭 你就可以用特斯拉的超充站 那2025年出廠的電動車 就是VOVO的電動車 就會配備NACS的充電孔 這兩個對於這個VOVO來說 就是車友車主來說就是利多 開始先配一個那個轉接頭給你 然後之後會變成 車上就直接就有了 就有這樣的規格 對那除此外 其實VOVO以外 我相信很多車廠也都秀到說 這麼好你特斯拉這麼大方 當然為了不住 對不對 這麼大方都可以用的話 那當然不只VOVO 比如像福特 GM 賓士 Rivian Nissan 跟Fisker 這些大家都耳熟能詳的電動車 車廠也都要加入這個 NACS的充電聯盟裡面 大家都可以用 那其實還有 不只我剛才講的那些 其實像是福斯 史特蘭提斯 現代 幾乎 我剛才講完 其實各大的 目前這些 排名非常前面的車廠也好 集團也好 都要加入 其實我覺得這是蠻重要的一步 因為對於特斯拉來說 第一個 他可以讓更多人使用它 那對於其他的車廠來說 也可以透過 像剛才關於說的 我充電裝的普及 對於你還從油轉電 這些消費者來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力度 電車市場要做大 其實大家要一起合力 對不對 要團結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在實用性方面讓大家